安徽暴雨又刮起十级阵风 男子骑脚踏车根本杀不住 脸部狠狠撞上前方电动三轮车 连续两小时的狂风暴雨 有大树倒了 民宅屋顶掀了 市区多地乱糟糟 居民直呼谁还敢出门 同样被暴雨侵袭的还有四川 轿车开到淹水路段熄火 没几分钟就快被大水灭顶 因为天窗和所有的门从车内都打不开 车主赶紧报警 救难队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打开副驾车门 恐怖的天气还造成死亡事故 浙江宁海一道闪电披下 击中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 来不及送医当场身亡 路面上还留下一个圆形的大坑 极端天气肆虐大陆 在广东是热到让人傻眼 外面温度真的很高 然后那一段是那个沥青炉 在高温下面的话它会融化嘛 鞋子就这样粘住了 柏油马路被38度高温晒到融化 扯下男子的夹脚拖 拉了半天鞋紧紧粘在地上 男子最后只好光脚过马路 另外在深圳 则是有网友拍到 轮船航行时竟然出现船体 悬浮在空中的画面 有人调侃 一定是海水太烫 轮船热到起飞 对此专家解释 是因为岸边水汽上升 才导致某些角度 改变肉眼中的海水颜色 造成错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